今天的氣象資訊戰要一起歡迎喜君 嗨 大家好 又來代班了 記得第一次來氣象資訊戰 我們聊的是節氣 那麼今天也再來聊一個是古雨 它是春季的最後一個節氣 代表夏天就快來了 寒潮的天氣已經結束 是非常有利於一些農作物中的古類生長 所以就有一句古時候的話 就說雨生白骨 那古雨要雨 或是清明斷雪的古雨斷霜 其實就是說接下來天氣變得比較溫和 那雨水也明顯增多 好像真的是有這種感覺 因為今天這兩天的雨水是真的蠻多的 那這種情況之下呢 我們的身體的濕氣也比較不容易排除啦 沒錯 因為過多的濕氣這個堆積在體內 會讓人覺得容易有疲勞啊 然後頭暈頭重 全身痠痛或是水腫 甚至噁心想吐 就是屬於這種體質 所以你最近有覺得疲累 就要 對 還是每天都很累 所以在吃中藥 好啦 所以是不是要教大家 其實在古雨這個節氣呢 是有一些養生的方式的 對 簡單來說就是對於肝啊 皮 這兩個內臟的保養就要特別注意了 可以吃一些健皮除濕的食物 那比方說我們在這邊幫大家列了 我個人非常喜歡吃的食物 比方說藝人啊 或是山藥都是我超愛的 然後還有就是冬瓜啦 木耳啊等等這些東西 黑芝麻 小麥胚芽這些東西 因為他們都是比方說 骨類食物是比較富含維生素B群 然後是有助於緩解大家的精神壓力 然後調節情緒 其實很適合在這個節氣喝 其實這些東西平常也蠻奢侈的我覺得 對啊 都很好吃 而且入菜啊 煮粥都很好 都很方便 對 然後也在問說這 喜歡喝茶嗎 培茨 還蠻喜歡的啊 對 因為呢 谷雨也被稱作是茶的季節 在谷雨當天呢 所採的茶就被稱為是二春茶 特別富含多種維生素胺基酸 而且茶香豐富 那麼這個也是一年當中品質最好的茶葉了 喔 所以谷雨茶呢 不是可以親熱解毒欸 它可以提升 醒腦等等的啦 那除了食物養生之外呢 也要提醒大家多多運動 可以流汗來幫助自己體內的濕氣排出 但是說到最近的天氣可能不太適合在外面運動 因為雨真的下的蠻大的 尤其是到目前為止 我們看呢 在苗栗地區啊 從昨天到今天 半夜累積到現在呢 哇 苗栗很驚人 有的地方 雨量呢 已經超過了300毫米 接下來雨還會一直在下嗎 我們把時間交給喜俊 好 謝謝培茲喔 剛剛說到了 谷雨水多 果然雨神就報導了 今天受到封面影響 天氣相當的不穩定 三日的雨圖就現在來看到的是 在今天呢 在西部還有東北部地區 有雷雨或是震雨 容易出現短延時強降雨 而且大雨還有局部好雨發生的機會 那麼今天也是雨下最多的時間點 隨著封面南移 加以南的雨呢 也會漸漸多了起來 可以看到有些地區都是紅到發子喔 那麼到了明天 封面逐漸的遠離之後呢 但是還有一些存這個存在的水氣 所以在中南部還有東地區 還是會有雷雨發生 尤其是注意的 清晨可能會有局部較大的雨勢 那麼到了周日 各地的雨勢就會趨緩了 一直看到是北部還有東地區 還會有一些短暫雨 那麼今天呢 氣象局也持續發布 蠔雨特報 也就是三個小時會下到一百毫米 其中要特別注意的就是苗栗山區路 可能會有超大蠔雨發生 至於在蠔雨的地區還有新竹 台中 彰化雲林 大雨的地區是新北 桃園 南投 嘉義 台南 還有高平 還要注意的是喔 關島的東南東方海面 有一個熱帶新地氣壓 如果成形的話 將是今年的第一個颱風 珊瑚 不過現在呢 離台灣還很遠 所以我們會隨時為你掌握 最後氣象關鍵字帶你來看到了 最強春雨可以說是轟全台 今天是降雨量最高峰的時間 那麼封面往南 嘉義 南的雨就會越來越大 也要嚴防豪災 明天雨會趨緩到下週二 封面會再報導 接下來來看各地詳細的天氣資訊 首先看到北部地區 出門的朋友記得要帶把傘喔 一定會下雨的 最低溫20度 最高溫25度 再往中部走 降雨距離也非常的高 最低溫21度 最高溫25度 南部地區 嘉義 台南 高雄 屏東也是陰雨有雨的天氣 最低溫是22度 最高溫來到26度 東台灣地區 宜蘭 花蓮 台東 降雨距離70%到100% 氣溫較低 最低溫只有21度 最後外島地區 澎湖 金門 蓮江 降雨距離30%到80% 最低溫17度 最高溫25度 以上是今天的氣象資訊戰